重症案例再增加三例 其中又有两例是并发脑炎 累计目前已经有12例的儿童重症 其中合并脑炎就有五例 香港疫情严重只有两例 日本根本没听说 指挥中心在专家会议之后 提出脑炎前驱的八大症状 要家长务必小心 尤其小朋友如果睡太久 也可能是危险的征兆 多数幼童没打疫苗取诊后 更令家长担心会不会转成重症 22号又新增三例儿童重症 十多岁男童发烧呕吐 隔天意识变化 抽搐发烧到40.1度被诊断脑炎 另外一名不到五岁男童 发烧持续抽搐 送医插管治疗也疑似脑炎 还有另外一位女童也出现抽搐 嘴唇发紫 引发败险症及呼吸窘迫 全都使用瑞德西韦 并在加护病房治疗 总共已经有12例儿童的重症个案 其中有五名是脑炎 也包括今天新公布的两位 我国确诊儿童核并脑炎 比例已是亚洲第一 指挥中心21号举行 儿童确诊并发脑炎研讨会 医师林建志表示 确诊儿童部分有呕吐腹泻 若只有不断呕吐 就要怀疑是脑部受损前兆 另外就是睡太久 若热痙磷抽筋后 30分钟还没醒 仍在睡觉要很小心 在抽屋之后 整个人都没办法醒来 很有可能就是说脑部的伤害 造成说他的呼吸 甚至也受到了医治 下边是相当危险 指挥中心也公布 儿童脑炎重症前需八大症状 若体温高于41度 意识不佳 持续昏睡头痛呕吐抽搐 跳跃型抽搐 或步态不稳 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 就要立刻就医 专家会议也定定 即兴照护三项重点 降低抽搐对脑部伤害 专家提醒重症的小朋友 病程发展快速 若出现以上表征 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送医 这项如草召远台北 采访不到 这项如草召远台北